你是因为什么开始学习滑板或者长板的呢 现在弹幕告诉猴子我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OPS一下的猴十一 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OPSTV 无论你是跟风明星想学习滑板 还是为了一些撩妹啊 或者撩妹啊 或者撩妹啊 等等其他的原因 今天猴子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咱们学习滑板或者长板之前 都必须要知道的几件事 首先在最开始最开始 你可以什么都不懂 但是你得先提前去一些平台 比如我们啥都能学到的B站 对吧 也了解一下滑板啊 长板啊 小鱼板这些四个滚路板子的玩法 选择一个自己最喜欢的玩法 我简单给大家调小总结一下 不需要做动作 只是单纯的想要带步刷接 首选就是轻便的小鱼板 你可以把小鱼板理解为 如同自营车一般的带步工具 如果你要玩道具 玩地形 玩花式一点的动作 首选的就是滑板 如果你喜欢更多元化一点的玩法 比如说像跳舞 平地花式 以及长途带步 首选我们的长板 一般情况下 女孩子玩长板比较多 因为喜欢在板上偏偏起舞 很有美感 而男孩子呢 会玩滑板比较多 因为更加的野心一点 更加追求那种高飘远的感觉 如果你是一个玩滑板的女孩 或者你是一个玩长板的男孩 现在可以耽误 跟猴子我交流一下 其次呢 就是你要买板子的 对吧 如果你的城市有正规的实体滑板店啊 猴子是非常建议你去实体店购买的 不要觉得网上的价格会比实体店便宜多少 而且当你实际看到一块板子 以及它的桥轮轴这些配件 实际踩上板子去感受它的脚感的时候 都是和网购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第一块板嘛 毕竟是你的初恋 对吧 一定要认真签选它的模样吧 其次呢 就是你需要挑选一双平底的板鞋 有些朋友问猴子我 玩板子是不是要买什么 Once Pro啊 或者康威的KONS滑板支线啊 猴子我认为是大可不必的 因为如果你很新手嘛 职业板鞋的缓震 耐磨耐刷 和你滑板水平技术的提升 并没有特别特别大的关系 而且像手术款的鞋子 一般都会比普通款售价还要再高一点 其实呢 并不是很划算 猴子我平常滑板串组次数最多的 还是KONS的鞋子 康威的滑板支线 里头的OneStar这个鞋款是最多的 一般新手啊 只需要买像万斯这样 或者康威这样 平底一点的鞋子 就完全足够了 对了 千万不要穿篮球鞋老爹鞋去滑板 这些笨重 而且鞋底非常厚的鞋子 既容易让你受伤 也容易让板仔觉得你是一个门外汉 而且你穿了一家试试啊 摔不死你 相信不少门星小白 第一次去当地的长板和滑板聚集地 多半会因为场地上 大佬的英姿萨爽 比如随地大小乱 无地龙卷空这些动作 选择你在一旁格格不入 其实多数这种情况 只要你去虚心起跳 拿着手中的滑板或者长板 友好的去打个招呼 一般呢 也就可以夸解尴尬了 但要注意啊 打招呼的手势 切记不要这样端正的握手 要先尽量再对个拳啊 下面呢 我们再聊一聊 关于滑手的穿着 人靠衣装马靠鞍 我并不是非常建议 在你一开始的时候穿特别多的花里胡罩的服饰logo去滑板 你这一身supir是不是真的猴子我暂且不提啊 但是一般我自己看滑板和长板玩家 就单纯看他们脚下的动作 你动作帅了 穿什么滑板都帅 你不穿都帅 对吧 友情提醒一下啊 一般厉害点的滑手都会有戴帽子的习惯 我看戴什么款式帽子的朋友都有 那我随便推荐几个猴子我平常戴的比较多的 比如脱衣模式的怪物毛线帽 有很标志性的他们怪物的刺绣logo 或者这种很街头的5片帽 戴什么品牌的都是很ok的哦 那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 自己去了滑板的场地嘛 还是要说自己先练一练 你在休息的时候再去跟大家坐着聊聊天 自然而然啊 就很快可以融入当地的版圈了 你是去玩板的 你不只是单纯去混圈的 如果你想单纯认识更多的朋友对吧 除了滑板场地 还有好多好多其他去处 那有不少朋友也会问猴子我 带上护具 会不会写着自己是一个新手 我的回答是肯定会 但是带上护具呢 只是对自己安全负责任的一种体验 猴子我个人对新手的这个行为 是完全表示赞同也很支持的 因为保护好自己 就是在保护好你的家人嘛 今天呢说的非常的多 希望可以帮助到 刚想接触滑板跟长板的朋友吧 最后猴子在这里 祝接触滑板跟长板的新人朋友 日日出新招 早日随地打小段 终日成脯肉 觉得猴子今天说的真漂亮的话 可以一键三连一波 如果对我们频道 潮流穿搭球鞋 穿满运动等内容感兴趣的朋友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俄普斯 我是猴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